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际临太平洋的中大型岛屿 台湾四面环海 掌控着国际重要航道 其海上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但长期以来 台湾海军一直以发展计案防卫为目标 未曾深入思考是否应强化海军力量 以捍卫海上生命线 并争取更广阔的战略空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 台湾自主研发了陀江级巡逻舰 这款舰艇具备雷达隐身功能 采用独特的穿浪型双体舰设计 陀江级巡逻舰装备了多枚超音速反舰导弹 其航速高达每小时74 08公里 被誉为全球最快的轻型巡逻舰之一 甚至一度被称为航母杀手 其主要作战任务是 在获得友军提供的目标位置后 凭借其出色的速度和雷达隐身性能迅速接近目标 并发射导弹实施攻击 此外 陀江级巡逻舰还配备了先进的对空和对海搜索雷达及感测设备 活力强大 设计理念极为先进 陀江级巡逻舰全长60 4米 宽14米 整体造型流线型 线条优雅 由于其吃水深度较浅 仅为6米 能够进驻中小型旅港 减少对大型军港的依赖 其满载排水量约为550吨 动力系统采用了两台戴姆勒奔驰公司的20V4000M93L型柴油引擎 每台输出功率为4300千瓦 同时还配备了四台瑞典生产的CSU850型水喷气推进器 值得一提的是 其排烟口设计在外部前侧 并配备了喷水物装置 有效降低烟尘和热能排放 实现了隐身效果 过去 人们普遍认为 海军在反攻计划中的角色 主要是运送地面部队进行登陆作战 并封锁敌方港口 在大陆式作战思维下 海军往往被视为辅助力量 而非主力 然而 即使台湾已经放弃了对大陆的反攻构想 这种发展方向仍然延续 海军被视为陆地防御的延伸 其主要任务是在敌方发动两栖登陆作战时 协助进行反登陆作战 截击敌方登陆船队 成为攻击最脆弱阶段的关键力量 驼江级巡逻舰采用了较大的长宽笔和双体穿浪结构 有效减少了航波阻力 其正常航速超过30节 晚在全副武装状态下 仍能达到25节 而在没有携带武器时 最大航速更是高达44节 相当于每小时81488公里 在同级别舰艇中 堪称迅猛 集续航力程为3700公里 舰内最多可容纳40名船员 包括7名军官 27名士兵及7名额外人员 在武器配备方面 驼江级巡逻舰 能同时搭载8枚雄风2型导弹和8枚雄风3型导弹 雄风2型导弹重685公斤 采用热程向和主动雷达制导 射程约100公里 而雄风3型导弹则采用冲压发动机 配备GPS接收器 速度可达2 5马赫 射程更远 达到300公里 驼江级巡逻舰的设计理念 深受美国海军早期600吨B海战斗舰的启发 这一设计不仅追求极致的作战性能 更在细节上体现了对现代海战需求的深刻洞察 舰身由40多个船段组成 通过精密的激光切割 焊接和组装工艺 确保了舰体的坚固与稳定 舰体闲侧与上层结构完美融合 采用内清设计 有效降低了雷达波的折射 使得陀江级巡逻舰舰在雷达探测下几乎隐形 除了隐身设计 陀江级巡逻舰 还装备了一系列先进的武器装备 其甲板设备经过精心布置 拥有76毫米快炮大轻角隐身主围 前墙遮蔽的甲板设备和反舰导弹发射器 均巧妙地隐藏在主甲板以下 分为左右两个吃水船艇 采用双船体设计 这一设计不仅提高了舰艇的机动性和稳定性 还使其更加难以被敌方探测到 铝合金制造的船体 更是降低了被一般磁性水雷吸附的风险 在舰艇后段的上层结构 设有小型百叶窗口 为舰艇内部提供了良好的通风和采光 内部左右两侧各配备了一座 MK-32-3年反潜鱼雷发射器 这一装备使得陀江级巡逻舰的反潜火力 达到了与巡防舰相媲美的水平 然而 由于双体设计带来的震动和噪音问题 可能会对声纳操作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在未来的版本中 可能会考虑取消鱼雷和拖曳式声纳等装备 以优化舰艇的整体性能 在海岛防御作战规划中 海军的任务繁重而关键 捷机敌方登陆船团固然是重要的一环 但这往往发生在防御作战的最后阶段 在此之前 海军需要承担反封锁 保护重要航道 阻止敌方舰队靠近台湾海域 协助防空作战 以及保持战斗力的多重任务 反封锁和保护重要航道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台湾作为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岛屿 依赖大量进口 以满足其资源需求 一旦重要航道被封锁 可能导致社会恐慌和停产 加之台湾推行非核家园政策 多座核电厂陆续停运 电力供应的紧张形势 可能继一步加剧 同时 台湾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 若外部航线被切断 将对各重要产业造成巨大冲击 因此 敌方可能会采取封锁策略 试图通过削弱台湾的经济实力 来逼迫其屈服 而驼江级巡逻舰的出色性 正是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而生 除了引人瞩目的雄风导弹 其副机系统同样不容小觑 其中 意大利生产的 Auto Brady 76毫米速射炮 成为了其重要的火力补充 这款速射炮重量约7500公斤 全长7279米 枪管长度4 72米 它不仅具备每分钟90发的惊人射速 而且有效射程可达9000米 最大射程更是达到20公里 为了融入驼江级巡逻舰的 隐身设计理念 这门速射炮经过重新设计 并涂上了隐身涂料 确保在提供强大火力的同时 不暴露自身位置 此外 驼江级巡逻舰的副武器系统 还包括2挺22 7毫米机枪和2挺T747 62毫米排用机枪 其中 M2机枪 作为美国军队服役超过百年的重型机枪 以其每分钟450至550发的射速和1830米的有效射程 在战场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T74762毫米排用机枪 则以其全自动发射模式和每分钟850发的射速 在近距离作战中展现出了卓越的作战效能 驼江级巡逻舰的主甲板以下部分设计精巧 分为左右两个吃水船体 采用双船体设计 整个舰体由铝合金打造 轻盈且坚固 更重要的是 这种材料能有效抵御一般磁性水雷的吸附 在电子反制方面 驼江级巡逻舰配备了ESM天线和光电感应器 以应对敌方侦测和导弹威胁 当侦测到敌方导弹来袭时 舰上的TMS干扰火箭发射器会迅速做出反应 这款由台湾科技研究院研发的干扰器 采用内藏式设计 与船体完美融合 共有12具导弹发射器 一旦触发 它能在舰支周围100米范围内 释放雷达和红外线干扰源 有效干扰敌方导弹的目标跟踪器 在侦察和搜索方面 驼江级巡逻舰同样表现出色 它配备了3D空中搜索雷达 飞机搜索雷达和射击空控制雷达等先进设备 这些雷达系统不仅提高了舰支的侦察速度 还确保了其在复杂战场环境下的精确打击能力 当提及驼江级巡逻舰时 让我们先追溯其诞生背后的精彩历程 早在2010年 台湾海军便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迅海计划 旨在设计一款新型军舰 以满足海军对于现代化战舰的迫切需求 这一计划中 最为引人注目的便是能搭载八枚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军舰设计方案 随着计划的逐步推进 海军开始在全台范围内寻找能够承接这一重大项目的造船厂 经过多轮严谨的评估和筛选 隆德造船厂 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丰富的造船经验 最终在2012年脱颖而出 与海军签订了第一艘陀江级战舰的生产合同 同年11月 随着第一块钢板的切割 陀江级的建造工作正式拉开了训目 经过两年的精心打造 2014年 第一艘陀江级战舰终于顺利完工 同年3月14日 在万众瞩目之下 陀江级的首艘舰艇 陀江号举行了盛大的下水典礼 这一刻 标志着台湾海军向现代化拜进的重要一步 随后的5月2日 陀江号进行了试水作业测试 以验证其在海上的实际表现 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测试后 陀江号在同年11月 顺利完成了所有测试项目 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和稳定性 终于 在2014年12月23日这一天 陀江级在13号码头 举行了盛大的交付仪式 陀江号正式入列海军舰队 并被命名为陀江军舰 这一时刻 不仅是海军舰队的骄傲 更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自豪 2015年 陀江号正式举行了成军典礼 型号为PGG-618的陀江号 是为了纪念1958年 92海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 同名舰而命名的 在成军典礼上 陀江号首次向外界 展示了其卓越的性能 在蔚蓝的海面上 陀江号以41节的航速 破浪前进 展现出了强大的机动性和火力 海军舰队指挥部指挥官 黄鼠光中将在展示后表示 陀江号强调 快速机动打击和火力强大 未来将与光华6号导弹快艇 以及锦江巡逻舰 共同担负台湾激海 快速反应部队的任务 在军事现代化的荡潮中 第二艘陀江巡逻舰 陀江号已经正式交付 并加入台湾海军的行列 与首舰陀江号相比 陀江号不仅在战斗力上 有了显著提升 更在设计和配置上 进行了优化升级 首先 在主甲版的舰内布局上 塔江号进行了精心的调整 两侧的弦墙内 各设置了一条通道 这样的设计 不仅提升了舰员的行动效率 更在关键时刻 增加了重弹时的保护效果 进一步保障了舰员的生命安全 其次 在火力配置上 塔江号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与陀江号相比 塔江号不仅增加了载弹数量 还加装了一部密集一阵禁防炮 这一炮火系统的加入 无疑使得塔江号 在面对敌方导弹和炮火攻击时 拥有了更强的自卫和反击能力 台湾海军 对于陀江级巡逻舰的未来发展 充满了信心 他们表示 未来还想有更多的陀江级巡逻舰服役 并计划在2023年 完成六艘的建造任务 这些巡逻舰的加入 将进一步增强台湾海军的防御能力 为保卫自身安全 守护海洋权益 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台湾的防卫作战中 反封锁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不仅能够维持台湾社会的抵抗意志 还能够为台湾争取到宝贵的外部援助 一旦海上封锁 被敌方有效实施 台湾海军的作战和活动范围 将受到严重限制 这无疑会对海军的战力保存 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 阻止敌方舰队靠近台湾海域 也是台湾海军的重要任务之一 其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防止敌方舰队直接攻击台湾本岛 尤其是那些距离海岸线不远的 重要军事基地和设施 二是防止敌方舰队围困重要外岛 如鹏 东吟等战略要地 确保这些外岛在战时的安全 三是通过控制台湾海峡 限制敌方的行动 提升台湾本岛的防御能力 在塔江号的加入下 台湾海军的反封锁和海上防御能力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未来 随着更多陀江级巡逻舰的服役 台湾海军将在保卫自身安全的道路上 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